影片開始前 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嗎 趕快訂閱我的頻道 這樣你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資訊喔 OK 影片開始 Let's go 來 海外留學生 哎呦呦 稍等一下 我關一下YouTube 你要YouTube關掉 可以 安安幾歲哪裡人 今年25歲 東北人在韓國留學 來 韓國準博士 來 你想說什麼 最近巴以問題比較火熱嘛 然後再加上上週聽了一下 前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的演講 現場聽的 哎呦 你現場聽潘基文演講啊 對 因為我們學校 我現在在韓國的這個學校 比較出名 然後正好我是 我是工科生 然後我現在這個學校的工科大學 工科大建校60周年 不是整個學校 就我們工大那邊建校60周年紀念 然後呢 前校長 因為前校長就是我們 正好也是我這個專業的一個教授 然後他把潘基文邀請過來做了一次演講 OK 來 潘基文說什麼 對 反正主題很簡單了 就是氣候環境的應對 以及碳中和 就是這麼一個主題了 但是怎麼講 就是我原來其實對潘基文的印象還是比較好的 因為畢竟大家公認的 包括他自己的演講中也說 他在推動整個地球的持續性 包括氣候環境的應對 以及理性權利的平等 做出了非常大的貢獻 這是他自己也這麼說的 然後呢 所以我本身對他印象還是比較好 但聽完這次演講 我是覺得 哎呀這個強如潘基文老人家 可能也最後敵不過整個 整個西方政治體系下的一個操控吧 這是我的感受 想跟大家分享這個東西 也是跟今天這個八野衝突有點關係 先把潘基文這個事情跟大家講完吧 就是潘基文老人家講的這個全程 就是這個大誇特誇韓國的發展 怎麼樣 然後作為韓國人要有自信 怎麼怎麼樣 大概就是這麼個主調 那一講到中國 哎呀就是沒有什麼好話 這個就讓我非常的驚悚 就是我本以為我當然我我倒不覺得他一定很客觀 這很正常 因為畢竟他是政治人物嘛 肯定會有一些所謂的一些內容的傳達 但是我沒有想到的是如此之不客觀 就是已經快脫離常識的感覺了 這是我沒有想到的 因為我不知道那個 有沒有具體具體例子 一會一會再講 但我先提點啥事 就不知道捷克知不知道 就是潘基文跟這個 就是咱們中國的國家主席 習近平這個主席呢 還是關係比較好的 因為互相贈送過很多禮物啊 在他任職期間 但是沒想到反正出現這些事 反正比如說舉幾個簡單一點 他搶挖了那種內容吧 比如在談這個地緣政治方面 他就說啊 現在中國可能是一對的 然後呢 中國聯合起來呢 做一些什麼什麼樣的事情 具體什麼樣的事情 我覺得不方便展開說 但是他講了一些 都不是什麼好玩啊 他就覺得中國是邪惡的team 邪惡的一虎 邪惡的一虎 跟誰 北韩 俄羅斯 中國跟俄羅斯 他都沒提北韩 直接說的中國跟俄羅斯 因為羅烏戰爭的問題 邪惡的一虎 不是很好的 他有用這類似邪惡的詞嗎 還是怎樣 沒有啊 沒有直接說 但是他的意思就是這個意思啊 就是成本是一對的 然後做了一些什麼樣的事情 這些事情不是好的事情 OK OK 好好好 對然後還說一些 當然這個我覺得至少現在連這個 就包括之前講的 他還講了一下疫情啊 說這個疫情的發言地是武漢 說這個 疫情威脅了整個 他們叫韓半島 在韓國叫韓半島 不叫朝鮮半島 他說整個威脅了韓半島的和平 既威脅了朝鮮的和平 也威脅了整個韓國的和平 但是這個發言地這個問題 我覺得大方有點知識常識的人 應該也知道 世界衛生組織也發布調查結果 就是沒有辦法證明是在中國嘛 對吧 但是他依舊用這個東西來講這個內容 然後呢 包括還講了核廢水的問題 因為講了氣候環境的問題嘛 所以他其實有講了核廢水 他說 他說日本人呢 我跟你說他的原話 翻譯成漢語 他說日本人是一個非常那種 就是計較 非常計較的類型 然後呢 所以呢 他覺得這個 就是日本可能在很多很小很細小地方 都摳得特別細 所以他說他相信 日本的這個所謂的核廢水是安全的 這是他的邏輯 就是講了一個這麼個點 就是 他說 他說咱們的政府 也一直跟蹤的整個日本的這個 核廢水排水的什麼調查結果 那所以呢 他相信現在的這個政府 也覺得 這個日本以日本人那個性格 他一定是可以很好的把這個事情處理好的 這是他的原話 然後呢 同時呢 他抨擊了一下前政府 就是文在寅政府時期的這樣的一些內容和舉措 那我不知道有沒有在座的朋友有沒有知道 至少在文在寅當年參加競選的時候 嗯 這個潘基文是在的競爭對手 嗯 只不過中途退選了 哦 是哦 潘基文跟文在寅選啊 哦 哦 當時是文在寅就是現在所謂的這個共同 不是共同民主黨 對 然後呢 國民的力量當時還不叫國民的力量 然後呢 就是中途名變了嘛 但是他當時推的就是潘基文 嗯 就是 就是 憲政府的這個這個 執政黨 原來推的就是潘基文出來 嗯 所以他倆本身是競爭對手 只不過 呃 當時的支持率差距過大 所以潘基文就是 反正也可能是後面吧 就退了 嗯 中途就已經退了 就不參選了 嗯 所以說 也沒有看到他倆最終決勝負哪一個 但是反正他都退選了 我覺得勝負也已經出來了嘛 嗯 所以他在演講的時候也說啊 說這個文在寅政府呢 都是騙人的 說的謊話 說的話都是謊話啊 他覺得 沒有辦法相信 大概就是這麼個意思 反正就是 呃 怎麼講呢 就是很 讓我的感受 作為一個中國人的感受 讓我覺得就是很憲政府的喉舌 嗯 給憲政府 給憲政府來 就打廣告來的那種感覺 你知道吧 憲政府怎麼這麼好 嗯 這個 政府說的話都是對的 嗯 大家要相信政府 就這種感覺 就我覺得就很重畫啊 啊 讓我覺得就有點 就是你身為一個前聯合國秘書長 就是 呃 對於一個這麼 就我 這麼高 這麼高的位置 怎麼格局這麼低 是不是這樣 就是 就是我根本不理解說 你你身為前聯合國秘書長 你怎麼能來到大學 我不知道他到底知不知道 現場有很多外國人 就不僅是中國人 因為有些 因為我們這個整個參加這個 環節的這些學生有很多嘛 有工科的 有些文科自己申請過來的 但這個活動本人是為了公開 工科上 但工科上因為有很多什麼歐美國家的人 也有很多中國人 嗯 對然後 我就很難理解就是 當然有些人韓語不好 那可能聽不懂 咱先PASS掉啊 像我這種可能 我能聽懂這些學生的話 那我就很好奇 你不尷尬嗎 對吧 阿瑟 我是中國人 我現在能聽懂你說什麼 我就很無語 而且 更讓我無語的是什麼呢 因為那是我的野客 就是我是強制去的 就不是我選擇去的 我是強制 必須得聽這個東西 嗯 那我還得寫官後感 嗯 我就很 我就很煩啊 所以說這個 造血啊 就說 bullshit啊 造血啊 我真的很想罵人 你知道嗎 但我不能這樣啊 學術上 對 對為了自己的成績 為了自己的成績 對 所以就很不爽 那這個就是有這麼一點 所以說 聽完潘基文這個演講 讓我也 對目前現在這個整個 美國控制這樣的一個話語權的主導體系 裡面有了一些思考 嗯 因為你看強烏 現在以色列和美國這樣的一個同盟關係 現在其實 美國所謂的這個媒體的控制權 也在不斷的削弱 嗯 能看得出來 就像現在這次以色列的事情 就是我現在要轉到這個問題了 就是聽完潘基文的演講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這個 就是所謂政府能控制整個主導的話語權 其實在不見得減弱 尤其這些資本主義整體上 不再是說韓國或者美國 其實整體上我覺得都在減弱 因為你看原來 在這下巴勒斯坦說實話 我小的時候 根本不會關心所謂的什麼中東問題 嗯 就是 什麼狗屎 這種感覺 就是跟我有什麼關係 然後但是 我從一個時間點開始 就非常關注這個所謂的中東問題 那個時間點也很重要啊 就是 幾個月之前 在在中國 伊朗跟沙特拉伯 這個恢復和平關係 這麼的一件事 我從那個時間之後 才逐漸知道了什麼 什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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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麽什麽 什麽什麽區域 我原來根本都不知道的 嗯 那 從那時間點之後 我開始了解中東 包括現在這個以色列 和巴勒斯坦的問題之後 我的最大的感受就是 像我剛才說 就可能他們整體的這個西式 美式主導的這種話語言 控制在減弱 因為你可以看見 世界各地 包括韓國在內 都有聲援巴勒斯坦的這樣的活動在 對 包括你看美國 包括你看法國英國 對吧 包括你像周邊的你像埃及 約旦 對吧 都在爆發這樣的一個遊行跟起義 但是原來你是看不見的 你是根本看不見這些的 就是你只能看見啊 以色列的時候就開始好可憐啊 被殺了 被什麼恐怖分子襲擊了 然後他們都是什麼恐怖集團 對吧 很難能看見說 有大批的這樣的人 和大批的這樣的老百姓去支持 這個 就巴勒斯坦這樣的一個聲援活動 很難看得見 但是在 就是可能我也看了很多網上的分析 我覺得有一點是我比較認可 就可能是因為現在這個通訊的方式 比較繁雜了 就媒體不再是單純的以 所謂的傳統媒體 電視媒體或者報紙 這樣的形式 有更多的信息渠道能夠獲取了 你比如這次 能看見以色列幹這些產文人道的事情 就來自於很多巴勒斯坦當地的民眾 做的這些拍的短視頻嘛 那這個其實是我覺得 在不斷的在撼動所謂的 傳統的美式的 這樣的一個話語權的控制 讓我有了一些新的思考 就是我是覺得可不可 就這次事件啊 如果美國處理不好 其實可能對於整體的 未來的美國的走向 以及所謂話語權的控制 可能會逐漸的削弱 嗯 包括還有個思考 就是讓我對以色列 所謂的猶太民族吧 所謂的猶太民族 所謂的猶太民族 更深的思考 就是 這也是我在網上獲取的一個觀點 我也覺得 我也能比較認可 就是防止以色列 對國主義的復辟 嗯 就是現在由於極右翼政權 在掌控整個以色列 因為 以色列 我也覺得裡面也是有正常民眾 他也是希望和平的 不是 全都是這種 crazy guy 對吧 不是每個人都是瘋子 所以說 我的感受就是 現任的這個政權呢 尼塔尼爾胡嘛 為了維護自己的這樣的分別統治 做一些這種非人道 慘無人道的這樣的一些 就是 其實我覺得他已經超過了自衛的這個範疇了 嗯 當然他一直在宣稱 我們是自衛怎麼怎麼 哪一個自衛的人會去炸醫院呢 對吧 哪一個自衛的人會去殺 我的老百姓和嬰兒還有孩子呀 對吧 這個自衛的權限其實已經超過了 所以 哪怕美國現在還在保的 前幾天那個安理會不開會了嘛 然後美國已經是高舉反對的大票 把這個安理會決議給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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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掘了 對那 我是覺得這樣的環境和這樣的現象 能持續多久 對於美國是一個非常大的考驗 同時呢 他有個感受就是 那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就所謂的猶太 猶太族這個猶太的族裔 對於美國整個的這個政府和政治的這個侵蝕 還是一個比較嚴重的現象 嗯 就已經遠遠超過了最開始的那個狀態 因為在 就我也看了一些視頻資料 在195幾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 美國對於以色列的掌控還是比較強了 就是美國說 那以色列就不會去做 嗯 但現在你能看得出來 以色列根本不管你美國說什麼 啊 你就支持就好了 你不要管我以色列幹什麼 你支持就好了 然後呢 拜登也非常沒有辦法說什麼 說 哪怕那天那個採訪就講那個醫院被炸這個事 然後 拜登也是很猶豫的說了一句說 這個 我也不確定 就是反正他說的是 那現在與我們目前有的資料可能確定是那會兒幹的 然後寵了一下這個涅塔尼亞胡 兩個人互相尷尬的對視了一瞬間 我就覺得挺有意思啊 就是 反正這個整個西方主導下的這個輿論體系呢 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一個變化 不再像原來一樣可能是單方向的去輸出 民眾只能去接受 現在已經變得還逐漸的有趣起來 當然 我也非常好奇 希望想要看那個這個猶太民族的結果是怎樣的 因為 確實 這個我也要普及一個小知識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 大家對猶太族啊 對猶太族的定義是什麼呢 就是你的 猶太族的母親生下的孩子 他可以自動被化為猶太族 或者你如果願意歸依到這個猶太族的話 他也屬猶太族 也就是說猶太教的話 你變成猶太教你也可以變成猶太族 所以呢 這也是原來我的一個誤區啊 就我原來總認為 猶太族可能是有那種非常強烈的這種規則 或者強烈的這種宗教的信條 才能讓這個 所謂的這個民族變得 讓大家覺得非常智慧 非常聰明 非常善於經商 對 但是 現在了解完之後 反而覺得它是一個非常開放式的 一個族群和族裔 才能讓它變得勃勃生機 成為反 這個當然是呆引號的勃勃生機了 就是 你只要是你皈依了猶太教 你就可以去成為猶太人 所以說 你可以更容易的進入到這個猶太族裔裡 並且呢 猶太族裔裡面還有一個內部之間的 互相的這種 這種監察和幫助的這樣一個關係 就是 那可能有一些那種左派的猶太人 對吧 他可能就會被打壓 右派這種 尤其是極右翼的這種 這種右派的這種猶太人 反而可能會被捧起來 就像尼塔尼亞胡這種玩意 對吧 所以說 你能看得出來 這個猶太族其實 反而是因為這種開放式的 所謂這種你皈依的這種東西 才能讓這個族群不斷的變得龐大 且有一定的穩定性 因為監察監視就互相之間的監督和互相之間的 這樣的就是 應該叫追捧 應該不能叫捧啦 就是幫助 讓你整個族群一直在不斷在 有點像這種 精英人士社會的這樣的一個狀態在運營 所以你能看得出來 現在其實 有點 讓我覺得 就有點像獲得那個觀點一樣 就現在有可能 以色列在走向一個軍國主義的道路 非常恐怖 因為他包括前段時間發布的那個點 就是說 我們這個軍事情動不僅限於 在中東地區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恐怖的信號 我覺得 哇 可能世界中東大戰又要開始了 現在已經超脫了自衛的範疇 並且 美國也派兩個漢武監督群不僅過去了 然後中國也派了一艘艦艇和補給艦 然後法國也都在援兵 所以這個就很有意思 就是你能看得出來 民眾之間的態度 是已經達到一個緊繃的對立層面了 原來你只能看見聲援以色列 猶太人都是可憐的 但現在你能看見巴勒斯坦人民挺住 巴勒斯坦人民加油 對吧 所以民眾是一個很對立的狀態 政府也是一個非常撕裂的狀態 因為政府現在 就是 因為原來美國總在宣導 我們是人道主義 對吧 我們是自由與民主 那你現在 你的盟友正在抹殺你所謂的口號 但是你還不得不支持你的盟友 所以政府也是一個比較撕裂的狀態 再加上 如太人對於美國的滲透 我覺得這個世界的變 就真的可能就像 中國老主導的一件事情 就中國老宣稱的一個東西 就百年之未有之大變局 這個所謂的變局 可能真的就在咱們的眼前 我覺得真的可能就在建政歷史了 而這份歷史 可能撼動的不僅僅是一個 艱難的一個所謂西方的這樣一個政治群體 可能更有可能的撼動東方的咱們之間的 這樣的一個關係 包括以後再面對所謂大陸跟臺灣的問題 包括大陸跟日本的問題 對吧 因為這些問題 歷史遺留問題現在還沒有解決 對吧 大陸跟臺灣也還處於戰事狀態 那這個時間點 將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抉擇的時間點 對於大陸的政府而言 對於臺灣的政府而言 我覺得對於整個的東方的群體 雖然咱們現在看得很屁散的辣我 包括你看 我現在在韓國了 那韓國感覺政府好像也很怎麼樣 但是呢 其實現在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歷史抉擇點 對於每一個處於這種 比較尷尬狀態的政府 都是這樣 包括北朝鮮 包括南海 包括大陸 包括臺灣 我是覺得這個抉擇的時間點很重要 因為現在 美國的這次對於中東的事件這樣的處理方式 將會極大的影響 包括你像俄歐戰爭現在其實也影響到了 就是這個俄歐戰爭接下來可能走向或者結果 所以這個時間點政府如何做出一個不敢說正確吧 但至少說為了這個國家考量做出一個非常優秀的選擇 其實對於整個的這個國家發展是很重要的 那以我的角度我非常支持的 就是 就以大陸現在這樣的處理方式我是比較支持的 就是和平統一嘛 對吧當然了 打仗還是不太好的 畢竟你看這個巴勒斯坦人民多麼可憐 我每天都在看這個巴以日報 哇 每天我的心靈都會被震撼一次 就是看那些孩子們離開 然後包括之前那個金信醫院被轟炸 我是真的覺得 原來只能在我想像中發生的事情 或者說只能在我在教科書課本上去學習的 比如因為日本之間清華這些東西 我只能通過很遠的這樣的思考的方式來獲得的信息 今天竟然如今的通過視頻的方式這麼接近我自己 我是覺得非常的震撼 所以當然不希望大家去YouTube上去搜這個東西 不要去YouTube上搜 非常的恐怖 然後大家還是盡量自己掌握就好 然後所以我是覺得今天反正想分享 就是這些通過潘基文那些東西我會發現 現在世界的一個變化 世界的一個走向是在變得不斷的有趣 就是右翼政府之間這些做法和做派 讓我發現這個世界的所謂的真的百年之未有之大變局 可能真的就要開始了 然後每個在座的各位都可以見證這段非常奇幻的歷史 非常奇幻 今天分享就是這些 謝謝你 謝謝 謝謝你的分享 拜拜 拜拜 好 來 下一位 驚喜 現在是工商時間 我要跟各位朋友推薦 我的YouTube頻道現在已經開了一個新的會員等級 叫做白金會員 那白金會員有什麼福利呢? 加入白金會員 可以不定期的看到我推出的私房影片 以及可以加入我的Discord群組 成為高級成員喔 那至於私房影片是什麼 高級成員有什麼福利 你加入就知道了 還不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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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加入